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我奶奶今年97岁了 她除了有点耳背外 什么三高啊,什么痴呆啊 她都没有 反而是思维,行动都非常的敏捷 记忆力更是超级的好 我们都说她是活电脑 她70多个子子孙孙 谁的名字,生日 还有谁给了她多少钱 什么时候给 她都能一一的说出来 真的实在太佩服她了 今天在这里分享一个 她以前特别爱吃的早餐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鸡蛋 把鸡蛋打入碗里 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鸡蛋液里可以浇入适量的盐 或者适量的糖来调味 鸡蛋几乎含有人体需要的 所有的营养要素 所以被人们誉为理想的营养库 一个受精的鸡蛋在温度湿度合适的条件下 不需要从外界补充任何的营养 就能孵出一只小鸡 可见它的营养是非常充足的 鸡蛋中所含的蛋白质是天然食品中最优秀的蛋白质 有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而且与人体组织蛋白质最为接近 容易被人体吸收 同时鸡蛋中的蛋白质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 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的作用 蛋黄中的卵人汁、肝油三脂、胆固醇和卵黄素 对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发育都有很大的作用 但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极高 所以不能多吃 建议最好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为好 另外鸡蛋加工成咸蛋后 它的含盖量是鲜鸡蛋的十倍 特别适于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来食用 鸡蛋打至这样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浇入清水 鸡蛋液和水的比例是1比1.5 再用筷子把鸡蛋液搅拌均匀 把打好的鸡蛋液过滤到另一个碗里 这一步是为了去除泡沫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才会更加的细腻嫩滑 蛋液过滤好后我们把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两个的核桃仁 核桃堪称是抗氧化的之王 美国的饮食协会建议我们每周最好吃 两到三次的核桃 尤其是中老年人和绝经期的妇女 因为核桃中所含的金氨酸 油酸 烫氧化物质等对保护心血管 预防冠心病中风老年痴呆等都是颇有弊异的 同时我们吃核桃可以补大脑 核桃中所含的微量元素心和蒙是脑垂体的重要成分 常吃核桃有益于大脑的营养补充 具有建脑抑制的作用 此外核桃还能美容、抗衰老 还有乌发、润发的作用 核桃我们把它切碎后放入蛋液里 另外要注意的是核桃本身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所以大便堂蟹的人不宜食用 应需火旺的人也不宜多食 再来准备三片的黑木耳 黑木耳被誉为树中之荤 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其蛋白质的含量堪比动物食品 黑木耳中含丰富的维生素1和铁元素 常吃黑木耳能养血助盐 今年肌肤红润、容光焕发 还能预防缺体性的贫血 黑木耳还含有维生素K和丰富的钙、铁等矿物质 能减少血液的凝快 预防血栓等症的发生 有防止动脉周壤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 另外黑木耳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一种特殊的植物胶原 这两种物质能够促进胃肠的游动 防止便秘 含有利于体内大便中有毒物质的及时清除和排出 但要注意的是 我们泡发黑木耳的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 以免引起食物中毒 有凝血机制障碍的人不易食用 木耳我们把它切碎后也一同放入蛋液里 玻璃水开后我们放入蛋液 然后在碗上面倒扣一个碟子 用中小火蒸7分钟 蒸好的鸡蛋羹我们把它拿出来 蒸好的鸡蛋羹口感不但细腻味道也是非常好 奶奶当做早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奶奶以前有一段时间坚持每天吃 头发看上去非常的有光泽 气色也是非常的好 现在她一个星期也会吃一到两次 感兴趣的朋友 你也不妨试一下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